佛法的甘露撒遍人间 到处都是我们心灵法门的佛友们都在度人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能够离苦得乐 能够去除他们身上的业障 能够知道改变他们自己身上的身口意三毒 他们一个个都向着菩萨在境界在奋勇的前进 每个人都是无我的忘我的在救度别人 大家知道医生受别人尊重 也就是因为他在帮助别人 而我们没有任何一点私利的在帮助别人 而且帮助别人的是精神 让他们解脱 让他们想通 想明白 让他们拥有悟性 拥有佛性 其实大家做的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千手千言 用现在人间讲叫灵魂的工程师 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懂得爱护好自己的本性 爱护好自己的根性 那就是我们的佛的源泉 很多人一辈子稀里糊涂为了三顿饭 打一个工 为了一生 为了一个房子 或者为了一个孩子 或者一生为了自己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就这么走了 他们一无所得 他们很可怜 他们就像一个没有灵魂的人 天天为了吃 做 睡 他们从来不知道出去要帮助别人 从来不知道怎么样让那些痛苦的人 让那些要自杀的人 让那些每天精神上痛苦 肉体上受着创伤的 我们的未来的佛友们 也有可能是未来的菩萨 让他们解脱 所以当你们去做菩萨的事情 去让他们解脱的时候 你知道对于他们来讲 他们是等于从苦海当中 进入了菩萨的法船 他们念经之后家庭改变了 人性格改变了 他们多么感恩你们 很多人掉的眼泪 跟你们说你们就是菩萨 你们可以用自己的感悟 和自己怎么被别人救度的亲生经历 来为自己的未来救度众生做好一个基础 所以我们到底一生要做什么样的一个人 我们要法喜充满 我们要怎么样来感恩观世音菩萨 我们自己在遇难的时候 又想起观世音菩萨 有难就是观世音菩萨在救我们 每一个人 把观世音菩萨当做天上的母亲一样 只有我们这位伟大的母亲 只有我们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 才会感染着我们全世界一千多万我们的心灵法门的佛友们 他们学着观世音菩萨为自己的榜样 正在精进努力的学佛 正在拼命的往前走 当很多人走到人间的尽头的时候 也就是他们想不通的时候 突然之间遇到了你们 你们就是菩萨 你们就是帮助他们解脱烦恼的人 你们就是帮助他们脱离苦海的人 你们就是观世音菩萨 所以不要小看自己 每一个义工都要以菩萨为榜样 每一个义工心中都要有观世音菩萨 我们的时间不是浪费得来的 是靠着节约 是靠着精进 是靠着努力 我们不能再浪费人生的任何一点时间的 我相信每个有缘众生 我们都要把它度到我们的佛门当中 我们不能看着他们吃苦 就像我们不能看着自己家人吃苦一样 好好地跟着佛陀 跟着观世音菩萨 把我们这一生做得最有意义 把我们这一生活得最有希望 让我们这一生充满着佛光 去照耀整个世界 去照耀整个有缘众生 让他们离苦得乐 师父很想念你们 听说你们要跟师父 要师父给你们开示 师父现在其实是非常的累 但是师父真的很爱你们 我觉得你们真的是好孩子 人生过去讲有几个知己主义 师父现在有这么多的小菩萨们 你们好弟子们 在我全世界这么弘法 在不要命的在度人 师父感恩你们 师父希望你们跟师父一样共勉 我们大家吃着素 我们大家修着心 我们大家沐浴着观世音菩萨的佛光普照 希望大家好好努力 听师父的话 听观世音菩萨的话 好好地学佛 好好地修心 你们都是菩萨的好孩子 看着你们双手合掌 看着你们一颗菩提心 那这个世界才会充满着希望 那这个人间才会成为净土 谢谢大家